记者谢介玉南投报道 米后占地称大王 西头怪想又一张 台大实验林馆处西头自然教育园区 今日上午八时许 发生一起米后攻击山友的意外事件 来自台中的张庆夫妇 沿住步道往银杏林方向建航 途中在一处梁亭暂时歇脚 坐坐深战操 享受一下分多精 森林玉之际 突然贺见三只迷后也跑进梁亭 且嘶牙咧嘴 张牙舞爪静逼 夫妻俩一见状况不对 除了挥舞手中登山帐防卫以外 也立即逃出梁亭闪避 才有惊无险度过这场被猴子霸凌的惊魂季 南投县西头戏全台著名的避暑胜地 暑假以来 气温居高不下 每天吸引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游玩 今日台中市张姓夫妇也趁住周六休假日 一早便开车出发展开一趟西头之旅 尽管之前曾耳闻西头猴子抢食游客食物情形 为夫妇俩怎么也想不到身上紧带住登山帐 并无任何零食水果等食品 却也遇上该意外 还好有登山帐防身 幸运的豪发无伤逃过一劫 不过也让人觉得西头的猴子太过于嚣张 简直就是聚山为王的山达王 不容管理单位等监视之台大西头教育中心指出 据台湾大学森林系副教授丁宗苏研究资料显示 西头教育园区内大多是人工真灭林 可以提供台湾猴的天然食物并不多 为近年来 很可能受到游客的食物提供而被吸引过来 导致园区猴群似乎有愈来愈不怕生 以及活动范围逐渐往低海拔迁移的趋势 初孤园区目前约有四、五个猴群 但确实的族群数量仍有待进一步观测 调查、教育中心说 野生动物都具有地域特性 台湾猴后也不例外 初步研判 极可能部分猴群已将凉亭视为自己的地盘 以致才会出现做事攻击山友的意外 目前已在猴群、松鼠等动物经常出没之热点 派员注点劝到游客禁止喂食以外 也在园区树立告示牌或以跑马等方式 提醒游客将食物收纳至背包内 不要随意喂食 更不可触摸猴子或幼猴 以免引发猴子敌意而被攻击 日后也将与台大森林系持续监测园区内的猕猴数量及行为 以便拟定更好的管理措施 降低人猴冲突事件发生